大家好,上一集我们把这个紫色的葡萄画好了 是紫色的笔头占绿色 现在呢我又换一纸 刚才调好的那个备用的这个绿色 那么画个绿色的葡萄就是 我们笔根到绿色调到绿色 然后我们笔头来紫色 好,我们在这画一组 在这上面画一组 还是笔尖入纸 往后做 你看啊,这个是反的啊 加点水,不能太干 然后画圆 好,你看 它是上面纸的下面绿 我们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 我们还是笔头来点紫色 再画一个啊 再画一个 上面 这是一组啊 一组里面有一个完整了 这一组里面这个完整 那其他的就比较完整了啊 到这的时候注意点 高光空起来 好,这是一个 那我们继续 再笔上 然后再加点水 笔上还是加紫色 就是上面紫 下面是绿色的 怎么画 那继续啊 那继续啊 我们在这画一个 这画了 完了以后呢 我们继续啊 在这儿再画一个 我们还可以一直在笔上里面加这个紫色 一直在加紫色 在这儿可以画一个 这儿平了吗 凡是平了 你就给它破一下 这个国画这个 不管是山群画也好 还是花点画也好 都是在自己在给自己找矛盾 然后再解决它 完了以后呢 你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又平了 是吧 那我们在这儿画一个 按这个边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好 这是一个 哈 我们再画一个 在笔架上再沾点紫色 这点哈 我们给它画一个 干了加水 干了加水 高光流出来 好 你看 这是两串葡萄 一个是绿色葡萄 一个是紫色葡萄 然后呢 这葡萄就是